大家好,面粉不要用来蒸馒头包子了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不蒸不煮不油炸 不用烤箱的好吃面包 出锅香气四溢,外焦里软 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跟着视频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大碗中倒入400克面粉 加4克酵母粉,一勺白糖 接着打入4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白糖酵母溶解开 多搅拌一会儿,把它搅拌成这种棉絮状 加适量食用油 然后再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刚开始揉不好揉光滑 揉成一个软硬实中的面团就可以了 面板上面涂抹一层油 把面放上去,好好的揉一揉 像洗衣服一样的揉搓 多揉一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边揉搓一边摔打 这样更容易揉出膜 大概揉搓五分钟的时间 用手拉开,有一层手套膜 而且不易破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它揉成面团放入大碗中 盖上保鲜膜,形面30分钟 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大 这个时间准备适量的豆沙馅挤入碗中 挤好后放一边备用 时间倒面已经形发好了 看一下发了满满的一盆 把保鲜膜撕开 扒开里面全部是蜂窝状 面板上撒适量的干面粉 用手瓶铺均匀 把面团放在面板上 给它揉一揉,排除里面的气体 揉成原来的大小 然后把它揉成面团 再搓成粗细均匀的长条 最后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积 取一个小面积 把它揉成馒头的形状 然后再按扁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牛舌状 接着再把准备好的豆沙馅放上去 用勺子涂抹均匀 拖好后再从一端给它卷起来 继续像这样按扁 用擀面杖再次把它擀长 再从底部卷起来 像这样一个面包小生胚就做好了 把所有面积依次全部做好 平底锅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把面包生胚整齐地摆放进来 放的时候最中间要留一点缝隙 然后盖上盖子 二次刑发15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说明就刑发好了 接着在表面刷上一层油 这样可以锁住面包的水分 然后盖上盖子 开小火焖5分钟 5分钟后 打开盖子 从边缘部分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次盖上盖子 继续焖10分钟 10分钟后 利用盘子给它翻一个面 现在看看底部金黄金黄的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再盖上盖子 继续焖10分钟 时间到后 关火焖2分钟 再打开盖子 好香呀 用手按一下 立刻回弹就熟了 放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外皮金黄酥脆的 内里蓬松轩软 里面加了红豆馅特别的香甜 用平底锅做的面包 比烤箱烤的还要好吃 外酥离软 里面还有拉丝的感觉 加了红豆馅和鸡蛋 营养全面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 整个过程没有加一滴水 没有任何添加剂 孩子吃着放心 喜欢就做给家人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加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